要不然你這裡太輕了,所以要這樣輕 這樣對不對,上來 這樣過來,拉下來一點,然後再上去 或者平的,或者往下 這個要稍微下一點,好不好 那如果還可以,就給你 好不好 很多種寫法啦 這個是一種 這個 這樣對不對,這樣從這裡過來 從下來 這樣也可以 這是不一樣的寫法 但是差不多是這樣 好 如畫禮 你現在這個長OK 也可以很漂亮 但是普通這個不需要那麼長 寬,你怎麼會比較好看 寬,好不好 啊這個禮也太長了 太窄太長 那 沒關係 好,比如說 不是,我這裡畫可不可以寫一下 好,來一下 因為我常在寫一個畫 寫著你的畫 好 畫 這樣對不對 然後 這樣過來 往上 再拉下來 這樣彎過來 可以寬一點比較好看 因為它下盤穩 好 有沒有 好 那你 旁邊有沒有點 這個 這個不用點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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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點 這沒有點 有幾種寫法 也可以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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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這樣 可以這樣寫 這樣對不對 這樣 這樣對不對 長大象來 過來 那你要點一點也可以 或者是這樣也可以 好不好 這個比較沒有百分之百 就是這樣 所以 寫情少數最重要就是要輕重要的 要能夠提案 就是虛話跟實話要分清楚 虛跟實 我今天早上也看了幾個朋友的那個視頻 他們比較沒有辦法分虛實跟輕重 所以字都在那邊隔啦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畫 就是粗細 混在一起 粗細混在一起 有時候很好看 但是有時候不清楚 像我們把粗細分出來 就很清爽 可是他們隔在一起就沒有 然後再加上結構不好看 字就看起來沒有那麼美 所以視頻裡面好多人的 都在寫草書 都在 那同樣自身有時候會 第一個作者自己會改 有時候到某個前 通通有可能 然後有時候別人抄 以前沒有網路 或者是沒有什麼打字啊 不精準 有時候呢抄的人 他會抄 有時候抄爛爛 有時候抄爛爛 或者是有時候比較 比如說這個碗 有時候寫的 跟小又很接近 兩個齁 有時候會怎樣 混在一起 一眼看就應該是寫碗 或者寫小 恭喜在一間 好 好 那實話 實體的筆畫 你要按重一點 這個虛話可以 這個重一點 然後拉過來 虛話跟實話 這是兩字耶 《涼水》 《涼水》 哦 你說這個是涼嗎 那Google裡面是這樣 《涼水》還是涼水 《涼水》 《涼水》 如果是草書 那當然是寫錯 那我們還是會這樣寫 有時候是有的草書書法家有時候 一畫就畫過來就是語 有的人比較嚴謹就畫兩個 那到底誰對誰錯 太夠了啦 歷史上各選你知道嗎 這一橫先來 兩點慢慢來 然後這樣過來 為什麼他這樣 他有時候造字 有時候造字是他依照他的 依照這個 比如說傳書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歷書來寫 或者是文字造型來寫 可是有一部分是依照人情造型 夾是什麼 就是夾谷啊 就是象牆文字啊 這個叫做義 這叫做義 義下的意思 所以夾落字旁就是義 好嗎 好 這個有一個寫法就是說 你可以從裡面出來這樣對不對 拉過來 從這裡過來 有一點拉的感覺就可以了 那尤其我們中國文字很接近那個義 以義為主或者是 或者是神采為主 所以變成說 寫到這裡你不一定要畫到底 但是有一個感覺 義到了 從這裡再拉過來 OK 但是也不能常常這樣 因為常常這樣從 就沒有義 義沒有出去 要有一點拉的感覺過來 好 義到了 好 那筆斷一點最好 我常常講 筆畫沒畫到 但是 人家感覺有造型 OK 好 這個雙 雙 然後雙怎麼寫 還可以這樣寫來 兩點這樣過來對不對 畫下來 一二三 你可以再畫一個 這樣過來對不對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懂嗎 那當然 這個是最比較 比較普通 就是這樣過來嘛 然後這樣過來 那這樣也可以 好不好 有省略 好這個橋啊 是水 水過來 然後這樣過來 拉過來 那也可以這樣寫喔 很多種寫法 有 或者是 這樣也可以 不同的寫法 好 所以 這個 這樣先寫對不對 這樣過來 拉過來 然後呢 兩個 這樣過來 為什麼 要接到這裡來 接到這裡來 彩虹的彩 對 所以 如果你寫成這樣 變成歌啦 如果是這樣彩 為什麼是這樣彩呢 因為他是一隻手 要抓著木頭 去採 採藥 或者是什麼 採 採傷啊什麼 所以他的 鑽術是這樣寫 一隻手抓著 然後從兩邊 拉過來 然後呢 木在這裡 然後從這邊 再抓過來 從這邊再抓過來 從這裡再抓過來 有沒有 一隻手 一隻手 好 紅 對啦 那紅 如果你要寫 草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先一點 為什麼要一點 因為他是蟲 拉扒過來 好不好 原來的寫法是這樣寫 然後這樣寫 這樣寫 然後我們這個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寫 這樣寫 然後我們這個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寫 這樣對不對 這樣齁 一個彎再來一個出來 好 好 這樣拉過來 懂嗎 所以這個毛 這個 看來 好 好 秋色 輕一點就好了 好 輕一點更好看 好不好 那也有人當然也有人這樣寫 把頭弄得大 把身體弄得小 要不然你看這個出去比較難啊 比較難 對不對 好 老吳 有問題 來看一下 這樣齁 這樣對不對 這個 顏字簿 然後這樣過來 要往上提一下 然後這樣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 追啊 誰啊 好嗎 阿念 念怎麼寫 來看一下 這樣 這樣過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這樣 所以要這樣寫 然後呢 一點點 然後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懂嗎 稍微有一點點出來就可以 水面 阿這個呢 這個叫做北 北樓 北樓 可以 北樓 北樓上 林峰 林峰 懷世公 嗯 好 這個樓啊 寫得很漂亮 林峰 阿林呢 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這個代表 塵 然後 或者是 然後呢 這個 代表上面 阿 這個 是一個口 然後下面兩個口 這樣寫 或者是這樣寫都可以 懂嗎 好 兩個口 所以要這樣寫 注意一下喔 風很漂亮 不要 頭重 腳輕 有一點點 這個很重 啊這個就輕了 尾巴 不能隨便太輕 有時候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這樣過來 然後有沒有 到這裡來 欸 這叫輕喔 這叫細筆 這叫虛畫 不能畫太重 有的 書好像寫 忘寫的 就會越寫越重 就畫得很重 這樣就不好喔 然後 風在這裡 一個蟲 這樣過來喔 從上面來 往旁邊帶出去 阿你說 好老師 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可以啊 這樣可以啦 我以前看很多大陸的 哇很帥氣 我們那時候正在寫 我看很多大陸的都很厲害 這樣過來 過來心 然後呢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這樣過來 這個是懷疑 這是懷疑 這個喔 有時候 不容易去講道理 但是只知道說 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 代表這裡 然後呢 這個 後面這個身體啊 用這個來替代 了解吧 身體很多都沒有 然後 都很多的眉頭 那 有時候沒辦法 因為它 他們草書 呆 我們通通一樣 這樣上來對不對 然後呢 照 這樣 一照兩照的照 是桃花塔 桃花塔也是這樣 但是桃花塔也有人這樣啊 這樣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最 所以 比較合理 應該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 因為 這個照 它是 右邊是一個照 它不是一個飛 所以 有人寫飛 就不好看了 所以 像我以前 他 立書的照 應該是這樣子 義照 的照 應該是這樣 那 它寫成這樣 這樣就不好 這樣 這樣就跟飛差不多 因為飛 飛差不多 應該是這樣才對 好 義照的照